歡迎回來持續來關注 嘉義縣著名的蜜甘味金鑽鳳梨 和夏之雪牛奶鳳梨 去年上架日本山口縣的 連鎖超市之後 相當受到當地民眾喜愛 今年更是擴大了同路 上次在山口縣 牛奶鳳梨跟金鑽鳳梨 一共賣了550公噸 這次又增加了大分的超市 跟福岡的超市 實際上訂單的數量 他們非常喜歡 但是我們整個的集貨 還是有一定的速度 所以這次我們大概一估 會增加的兩成 會到達650左右到700之間 因為嘉義縣的陽光沖突 加上酷酸性的紅土秋林地 相當適合鳳梨的生長 而這次日本行營縣長 也前往配合的超市 親自向日本的民眾來推廣 希望可以透過行銷 來提高台灣農產品 在國際間的能見度